而针对即将到来的四天 亲民连续假期 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 他发起了礼让运动 呼吁大家多多留在家里陪伴家人 把走访景点的行程让给外地游客 把群聚感染的风险降到最低 花莲县卫生局一日上午 举办了新冠肺炎疑似社区感染演习 模拟发生社区群聚感染 实际演练防堵措施 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 亲民四天连假将会有大批人 朝来到零确诊的花莲透透气 呼吁花莲相亲响应礼让运动 连假期间把出游行程礼让给外地游客 自己与家人多待在家中 增进家庭彼此亲密关系 减少去拥挤的公共场所和游客排队 花莲面对来自于全台湾的游客的时候 我们要有什么的因应措施 跟县长讨论之后 我们提出一个叫做礼浪运动 礼浪运动 什么是礼浪运动呢 原来的好山好水好空气好美食 那都是我们身在花莲的乡亲所享用的 那借由这四天 我们全国的游客来到我们花莲之后 我们把这个好山好水好空气好美食 礼浪给我们来到花莲的所有的全国的同胞 那我们所有的花莲人开始做居家亲子互动的一个最美好的时刻 所以在这边建议我们所有的花莲人 如果在这段时间尽量少出门 在家里面跟你们的家人做一个好的亲子的连结 夫妻之间的关系的连结 那甚至呢我鼓励在这段时间 我们所有的花莲的乡亲都在家做饭 那如果先生做饭给太太吃 夫妻做饭给小孩吃 我想我们可以触及我们家庭的 所谓的互动的关系 趁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家庭连结会更好 针对廉价游走各大营业场所 餐厅夜市等 出家散呼吁民众要全程戴口罩 做好自身防疫措施 各环境场所也要做好消毒工作 让民众游客都能安心购物 享受在花莲的净土生活 而四天廉价后的周一 期盼乡亲一起做环境清洁日 为廉价后的花莲再次重新整理打扫 迎接下一波的游客以及生活 记者长邦彦华联市报导